《高層建築》 我民國八十年代 舉辦一個高層建築國際研討會 那大概是 學術界跟 政府機關 跟開業建築師 一起夥伴的規模最大的 就是因為剛剛講 很多人 對高層建築很陌生 所以我才舉辦一個高層建築 國際研討會 等於主導台灣的人了解 高層建築有一個 城市體系 應該注意的地方 那舉辦完以後 這個高層建築的結構 高層建築的環境影響評估 等等都是從那個地方 因為開始的時候 不只是李子園的那個 那個101那個方向 整個台灣都是這樣 不要正對個人來批評 所以我才舉辦一個 那因為我是 這個 朱加哥是摩天樓的發言地 所以對什麼是高層建築 比較清楚 正確的一個 看法 所以才舉辦那麼一個 研討會這樣 那我順著問 就是高層建築 如果說一個建築 所謂的建築人 一個建築人 如果他只是 他蓋這個房子的時候 是為了私利 私人的利害的關係 私利 私人利益 然後為了拍馬屁 紅營 就是紅營拍那個什麼 那個業主的拍馬屁 然後為了討好 甚至說為了懶惰 或是說為了慶世 或是為了風水 或是為了耗大洗空 這樣是不是違背建築 這個建築要考慮的 條件本來就非常多 沒有業主出錢 你這個理想就沒有辦法實現 業主的這個意見 也不能不尊重 可是這個社會文化的發展 也要尊重 工程技術該如何也要尊重 本來就是一門 這個綜合性的一個專業了 那 我們集一個巴黎樓屋公 貝玉明 貝玉明這個樓屋公整建 重建非常有名的 不是蓋一個那個 對對對 可是這個不要只是去看那個玻璃金柱塔 這個樓屋公的一個整建背景 當時的一個主導是密特蘭總統 密特蘭總統 為什麼會選用這個貝玉明 貝玉明 密特蘭總統時代有好幾個這個重大的工程 這個 比如說樓屋公對面那個新宿區 就是新宿區 這個有很大的建設 好像貝玉明也去參加那個淨土 結果好像落選 沒有得到 所以貝玉明就很不高興 很不高興有一次貝玉明 然後巴黎在舉辦一個不曉得什麼大會 貝玉明也受邀請去參加 那剛好有一個機會有人安排他看密特蘭總統 這個看密特蘭總統 密特蘭總統好像就邀請貝玉明來參加 他進來很多大工程公開筆圖來參加 所以會這樣子 因為貝玉明那個時候在美國已經稍微有名氣 稍微有名氣就是他已經新建了這個華盛頓利西那個美國國家伊朗的東鄉 伊朗布林這個很有名的 後來這個鄧小平美國找鄧小平去訪問 特別介紹帶他來看這個東鄉伊朗 因為這是華語 美國籍的美國籍的中國人蓋的 為了拉龍關係就請他蓋 那貝玉明就已經少有名氣 所以密特蘭總統就邀請他來參加筆圖 結果一個總統邀請一個建築師來參加筆圖 是很榮幸的問題 可是貝玉明並沒有當場接受 沒有當場接受 就非常委婉地說他出所工作很忙等等沒有來參加 其實這個內幕消息是他參加了一個獎 參加了一個筆圖沒有多獎他心裡很不高興 那這代表這貝玉明也很有骨氣 可是密特蘭總統也很有骨氣 他這個代表法國要蓋一個樓夫宮 這等於是法國的一個國寶 所以看到這個美國華盛頓利息的東腔 這個做得滿不錯 所以就有預約要他來參加 他就完事 那現在要談到這個就順便要談到這個構成了 那這個樓夫宮的改建案 密特蘭總統就成立一個委員會 專責委員會 任務交給他這個籌備這個訓建的過程 這個委員會有一個負責員 就極力推薦貝玉明來做這個事 極力來推薦來做這個事 可是就密特蘭總統來講 我邀請你來參加你都不接納了 那現在他的手下 這個負責這個 這個所謂這個樓夫宮重建委員會的召集員 又推薦他 那這個密特蘭總統在兩個簽名之下 後來就跟貝玉明見面 貝玉明見面當然也不是說馬上就決定這個工作交給你設計 因為這樓夫宮的一個先進 牽涉到美國傳統文化的一個問題 這就牽涉到美國建築 尤其是大規模的建築 大規模的建築牽涉到山林開發 所以有一個地景建築 蘇維 這個蘇維在裡面 那這個蘇維就樓夫宮的一個最前面 到樓夫宮的園 樓夫宮的現況 跟這個協和廣場 中間有一個大概一公里長的房家庭園 叫做鐵羅里加蓮 這個鐵羅里加蓮 就是這個法國地景建築 安鶴利利納特里的這個好像是 副祖輩的人來離這岸的 就是一個所謂軸線排列的 所以就牽涉到法國空間設計文化的問題 所以法國的這個總統一向搞政治 可是他對這個文化自由文化的涵量 程度也滿爽的 所以這個明特蘭總統這邊悲名 就一路談 談法國空間設計文化 尤其是房工大型建築 這房工大型建築就等於 就是拿中國來講說 宜和園這種建築 這種程度幾百公頃幾千公頃的 一個設計理論 設計哲理的問題 所以就談到華爾賽 就談到華爾賽 這個華爾賽公 就談到華爾賽公 他的一個設計思維設計哲理 兩個一談對等 這等於是米特蘭總統在考悲名 悲名都能夠應對 這個安德里納特里 就是法國傳統文化空間設計的那個 這個哲理思想都能充分發揮能夠應付 對打如流 所以後來這個米特蘭總統 多物工整建案才交給博名設計 所以我寫一篇文章準備在建築書雜誌發表 我談到這個 可是建築書雜誌的主編 不了解這個重要性 以為這個不重要 他把它排在很後面 這個安德里納特里 這個樓夫工的設計 以前的設計跟華爾賽的設計 就是一體的思想就是一貫的 他悲名能夠應付這個工作才交給他做 悲名才這個 由一個建築師 商業性的建築師 變成文化性的建築家 對我們來講 建築師跟建築家就是很不一樣的 建築家就等於是文化的地位有 這個設計也比較高 所以在樓夫工的設計案 大概基本的方向 悲名跟米特蘭總統大概都講好了 都有一個默契了 所以就開始來做 那悲名樓夫工的這個總建案 大概就看到金柱塔 其實最重要的這個 都是在地下建築 地下建築他 樓夫工目前我們看到的是山豪宴 山豪宴那個東西長差不多有800公尺 很大 那800公尺的一個美術館 本來作為一個美術館也好 博物館也好 太長了就不好 沒有一個統一的入口 也不曉得從哪裡看 這個展品的一個展示也沒有辦法分類 所以悲名就建立這個系統 在那個山豪宴中間有一個 拿破崙廣場 名字叫做拿破崙廣場 就是牽涉到樓夫工的歷史 那個地方為什麼叫做拿破崙廣場 這個是雲人拿破崙一次上任以後 才把它變成現代所看到的山豪宴 有一陣子它是宿豪宴 有一陣子更早的它甚至於不是宿豪宴 而是中間又有一個大的一個切口 拿破崙有很大的貢獻 所以才叫做拿破崙廣場 就拿破崙廣場那邊為中心 挖地下 底下都挖地下 然後有三條這個基礎設施 剛剛一開始講的參觀動線 一個就是往西軸的展示館 一個是往南軸的展示館 一個是往北軸的展示館 一個是往東軸的這個服務 它要把它擴大 所以要有服務設施 有商業設施 有大的停車場 交通大型遊覽車可以進來 被移民的這個貢獻是建立這個系統 玻璃金柱塔只是表象 所以不要被這個玻璃金柱塔迷惑 那我舉這個例的一個意思是 被移民很能掌握這個建築哲理 他很尊重葉子的意見 明特蘭的意見 可是明特蘭的意見 他不是個人的意見 他是有法國文化團統 這個才是重點 所以主要這個葉子委託者 他的意見是活乎人類文化發展的需要 應該尊重 不是拍馬屁 應該尊重不是拍馬屁 所以我這樣的一個手法是有點嚴格或是不對這樣 不是也不是說不對 因為一般這個大家就一般的這個建築書的這個工程來看 都是這種情況 葉子你說要怎麼樣我就幫你發一個圖 芯菜啦 我就幫你發一個圖應復 反正我說就會拿到就可以了 可是有一派這個建築的理論 就特別強調 你要尊重文化 要尊重生活 因為尊重文化尊重生活 所以要多了解委託者的需要 委託者的需要也許他講不出來 米特蘭總統是講得出來 有文化奈涵的人他講出來 有些是講不出來 所以有一派建築理論 他說建築設計不要整個做完 留一點讓這個住在裡面的人去發揮自己去安排去佈設 要尊重生活 個人的生活 社會的生活 這個米特蘭就是尊重法國社會文化的一個生活 得出這個結果 有文化奈涵 是開啟的 是開啟的 社會上台的課程 也會用作個作詞 是開啟的 有文化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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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